5月9日晚,婉萍剧院新光一语,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举办的《畅享2013上海戏曲盛典》严重举行。 盛典回顾了上海京、昆、月、户、崴、平潭六大院团今年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媒体投票评选出的幕后英雄也在婉会上揭晓。 2012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共获得了90多个国家级和市级业务奖项,在剧目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喜人。 因此,今年戏曲艺术中心首次推出戏曲盛典概念,集结六大院团获奖演员再次呈现获奖佳作,和观众们一起分享喜悦。 金坤、月、户、怀、平潭这个六个剧种,我觉得这个六个剧种从几十年以来,虽然发源不在上海, 我觉得这个六个剧种的这个发祥都在上海,以前在上海产生那么多流派,那么多名家,那么多剧目, 所以这次我们这个上海把这个戏曲整合起来,成为这样一个戏曲中心, 这一次又把这个一二年度的所有这个六个剧种得了奖,在这做一个盛典,在这做一个颁奖的这个仪式, 我觉得对于振奋我们这个戏曲人,这样一个从业的信心,对今后的这个,咱们再继续努力奋斗的这个激情,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 当晚获奖演员们纷纷登台演出,除了上海昆剧团黎安、渔滨联媒演绎的锦阳中变, 和上海京剧院高红梅、浩杰的杨门女将探古等剧目之外, 这次许多获奖演员都进行了一次跨界表演, 上海昆剧团沈依丽自弹自唱了一曲《阳光三迭》, 两位主持人高博文和王沛宇更是分别反串了金剧索琳囊选段和平台秦泰, 而上海京剧院老兄演员傅希如, 携手琴师周晓明自拉自唱的《四郎套母》做工选段, 则将盛典带上了一个小高潮。 未像在幕后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最近, 与他们分享舞台前的荣耀, 上海系体育体中心还评选出了十位幕后英雄, 他们中既有年轻的说戏员, 也有青年编剧, 既有演奏员, 也有舞美工作者, 而他们平均年龄只有36岁。 给我这么一个荣誉, 也应该讲对我近十年来的吧, 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 可能在今后对我工作上来讲, 我会更加以今天这个荣誉为起点吧, 然后更加勤肯地工作吧。 据悉, 盛典晚会将从今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在展现戏曲人风采的同时, 更大的拓展戏曲剧种本身, 及上海戏曲院团的影响力。